有一间87年的老店 没有活力的装潢 但有美味的古早味 没有做任何广告 但客室有来 老板亲自长出 今天让我们就来聊聊这间老店 我是Daren 今天是国庆制 中午到中午的时候 我们来吃那个午餐 上次我们制作的选一季 就是说我们介绍 并成了三间那个老产品 老茶 老茶楼 然后那天就是介绍了陶宾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个陶宴 陶宴 可能是假期 所以大家都一风挖出来 你看里面都是人生人 这个里面呢 它基本上都是 差不多都是满座的 看到吗 这是中秋节的灯笼 全部 然后这边是一个天井的仙面 它有大座小座都有 等一下我们就切上了他的食物好了 我叫了几个食物都是蛮出名的 这个就是他们其中一个 出名的红头饼 一般上我们就是要放 这个醋的 它又不像鱼翅 它就是一个讲讲面线 这个红头饼是他们的其中一个招牌 一般上我们都会放醋了才吃 它这个是义饼 然后它有做一些 汁里面有一些肉啦 香菇这样的东西 我们试试看 就是不错的 我妈妈还是很喜欢吃 这个 这个就是炒饭水 讲摆的就是干草的 那个瓦糖 而且它是非常香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据说据说 据说 他们都 炒到挖是用了几十年 哇 很香 所以那种的香味 挖给你的 我先试试看 要吃的话自己来 美味 这个第三道菜就是他们 也是出名的那个 我们讲白斩鸡 给附近话 以前他们有卖鸡饭的 因为其中他们一个 头手 过世过后 他们就没有卖鸡饭 不过最近他们又卖回这个 白斩鸡 不过是没有饭啦 只是白斩鸡饭 非常香 我们就这样的冰皮的那个 月饼来试试看 淡淡的 哇 我请的 谁请的 你请的啊 嗯 嗯 诶 来 试试看 好吃吗 好吃 几代人的建设 造就了陶渊三代人的独特轨道传承 而这里的时刻 也是几代人的传承 没看 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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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说